2022年6月30日历经近5年的艰苦奋战 金阳和三峡联心桥正式通车 该桥梁全长757.7米 共8个桥墩 其中6号主墩高196米 被收录为世界上最高的钢管混凝土格构空心桥墩 是当之无愧的同类型桥梁世界第一高墩 因为特殊的建造方法 该桥仅耗资3.4亿 大桥高出金阳和床约238米 站在金阳和三峡联心桥正中央 及6号主墩正上方 如果按3米层高来折算 相当于站在70多层的高楼上 该桥由四川川交路桥有限责任公司成建 以公司总工工程师汪碧云 项目总工程师何瑞 项目副经理王洪伟 技术质量中心副主任陈维冰 为核心的技术团队 克服了空前的困难 以获得15个专利证书的优异成绩 撑起了这座惊天大桥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您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金阳河三峡联心桥 是我国第二座 钢管混凝土 格构空心桥墩 同类型的桥梁 第一座是拉巴金大桥 最高墩182.5米 都位于四川省内 都说数到难 难于上青天 之所以使用钢管混凝土 就在于这种结构的桥梁 墩柱 承重更好 更稳定 更抗震 因为混凝土受力压缩之后 会肉眼不可见的膨胀 而钢管能将混凝土包死 约束了混凝土的膨胀 能更好的解决 四川地质环境复杂 地形陡峭 降雨量大等问题 拉巴金大桥 于2012年通车 几年时间过去 有着基建狂魔之称的 中国建筑行业技术 在不断进步 金阳河三峡联心桥 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金阳河三峡联心桥 2017年12月开工建设时 刚刚拿到图纸的 何瑞就感到压力山大 钢管安装工艺有三个方案 一是塔吊单根钢管安装 二是塔吊单片钢管安装 三是次爬式多功能提升系统 按单片钢管安装 5号主蹲133米 6号主蹲196米 7号主蹲182米 用塔吊安装钢管 不是不可行 但要用塔吊 塔吊就必须比主蹲高 租赁大型塔吊的费用要几千万 且从工期安装质量来看 都是提升系统安装单片钢管安装 为最优选择 要让大桥挺立于山河 就必须解决这个最大的 施工核心技术难题 那就是设计一款 适用于大桥的提升系统 眼见着基础设施进场 地基开挖 川礁路桥技术团队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构思和设计 这个提升系统需要吊起单片重量44吨的吨注钢管 需要设计爬升到200米高空的爬升系统 需要解决价体系统的稳定 一开始这个设计就给了设计团队一个当头重击 经过三个多月的图纸设计和多次讨论 都无法有效解决钢管横向收坡 引起架体带来的变法 即提升系统 首先要有能支撑吊起44吨钢管的架体 其次架体要能实现自爬 随着吨注的升高 而升高达到持续使用的目的 设计初步设想的 架体设计是利用钢管格构柱中的钢管 来承受这个系统和吊装的重量 但钢管收坡 势必要改变架体的结构 破坏架体的稳定性 这是技术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整个团队在三个月时间内提出了无数设想 画了上千张图纸 都因为前后六次总体构思的改变 而让努力付诸东流 身为设计的总工程师 何睿无数次纠结 又无数次努力 甚至开玩笑地表示 干脆直接用大型的塔吊算了 无非是工期长点 钱多花点 但本着迎难而上的精神 整个设计团队又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中 调灯夜站 反复计算和构思 经常半夜两三点 一个好的想法灵光一现 就爬起来彻夜未眠的画图 最终汪碧云和何睿提出 提升系统由钢管外放置到钢管内 钢管格构横向收坡的问题 迎刃而解 第一个问题 同时也是提升系统设计过程中 遇到的最难的问题 此后设计团队凭借着这种解决问题时 一往无前的勇气 又陆续解决了 钢管横梁无法支撑整个提升系统的重量 架体系统的上部构造一失稳 如何将提升系统爬升到 200米高空的爬升系统设计 架体承重转化结构不易安拆 提升系统提升时 如何保持四个力柱一致性 由于横架的拉压杆的组型 小车无法行走等多个问题 历时一年最终这个没有任何借鉴 全屏设计团队空想出来的 自重180吨 还要吊起44吨钢管 还要爬升200米高的自爬式 多功能提升系统被设计了出来 定稿图纸999张 这个提升系统将租赁塔吊 每年约需1700万的预算 节约到整个工程完工只需不到700万 而且能反复拆装使用 多吊点设计让钢管安装和外包钢筋混凝土施工 互不影响相对独立 加快了施工进度 塔吊每小时交住8方左右混凝土 输送泵每小时20方 该系统每小时27方 带有钢管安装操作平台 加快了钢管隔购的安装速度 减少了高空作业 使用吊点提升混凝土取代输送泵 可实现混凝土零损耗 省去输送泵租金48万元 节省200方左右沙江 300方左右混凝土 自爬设计可取消塔吊自生标准节 当设计团队将图纸交给厂家 加工的时候 厂家技术人员都感叹 这是一项伟大的设计 6名技术人员在有动画的情况下 理解图纸都用了一个多月时间 2022年5月20日 川礁路桥在金阳河三峡联心桥的第一个发明专利 玄礁桥梁0号块纵向无支架施工方法 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证书和专利权 至此加上之前已经颁发的14个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川礁路桥在大桥施工项目部的墙上 贴了15个含金量极高的专利证书 没有异想哪来天开 创新无极限奇迹会出现 是何瑞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 当大桥的八个桥墩都修建好后 就要以墩柱顶为支点进行桥梁的交注 玄礁桥梁0号块纵向无支架施工方法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大跨镜整体连接桥梁一般采用分阶段施工 每一阶段就称之为快 而0号块就是桥梁最先交注的那个单元 在桥墩正上方 从桥墩向两边延伸建筑的第一块 这个专利的关键在于无支架 何瑞在建设上一个桥梁项目黄河大桥时 就在考虑0号块纵向施工时 如何保证工人在高空作业时的安全 如何节约成本 就有了这种施工方法的初步构想 但当时的技术水平达不到 以往的施工方法 是要在0号块下面搭建几米密密麻麻的钢架 既然和三峡连心桥按以往的施工方法来干 就需要搭建20多吨的钢架支撑 向两边延伸的混凝土 而0号块本身就有10多米高 加上196米的吨柱高 这样施工起来非常繁琐 而且风险太大 高风险促使何锐将它的臆想变成了现实 发明了这种施工方法 用钢板之作 取代了钢架承受数值向下的力和水平力 实现了无支架施工 大幅度保障了工人安全 加快了施工进度 在金阳河三峡连心桥施工项目部的容易墙上 除了广为大众熟知的专利证书而外 还有许多建筑行业的闪光成就 一个由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颁发的 科学技术进步奖 四个QC成果奖 十个工法证书 其中两个省级 八个企业级 而何锐及其团队在施工过程中 创新的另外五种工法 包括一种自爬式重型提升机 正在努力申请发明专利 目前处于审查期 预计将于2024年底全部知晓审查结果 那么该桥建造完成后 都为当地人带来了怎样的价值呢 最明显的就是 它将原来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直接缩短到了两分钟 大大便利了当地人们的出行 而且当地农副产品也能够成功的运出去 促进经济发展 同时设计者在设计时 还以桥为载体 打造了水木电影和实景演出 吸引大批游客参观到访 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发展 另外 京阳和三峡联心桥 联通新老城区 两地之间的距离被缩短后 当遇到地质灾害时 能够及时疏散群众 紧急避险 成为地质灾害 避险疏散的生命通道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